横屏6款主流豪华中型SUV 孰强孰弱 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 对于想买豪华中型SUV的朋友来说 无论你怎么挑怎么选 奥迪Q5A 宝马X3 奔驰GLC 林肯航海家 凯迪拉克XT5和沃尔沃 C60这6款车都很难绕过去吧 说到底 就是这6款车型很主流 符合大多数人的用车需求 既然锁定了目标 接下来就简单了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这6款主流的豪华中型 SUV 孰强孰弱 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 这6款车除了林肯航海家 提供2.7T发动机外 其余的都是青一色的2.0T发动机 当然 林肯航海家也提供2.0T发动机 凯迪拉克XT5和林肯航海家的 2.0T发动机 只有一种调校 都是高功率 另外4款车型的2.0T发动机 都分高低功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即使是2.0T低功率发动机 动力输出也够用 比如奥迪Q5L的低功率发动机 也能在8秒左右完成0百加速 这东西可以按照自己对动力输出的要求 和自己的购车预算选择 合适的就是最好的 凯迪拉克XT5和奔驰GLC的四驱系统脱困能力最强 奥迪Q5L次支 宝马X3 四驱系统只是一个简化了的版本 脱困能力确实下降了 这也是它不及奔驰GLC和凯迪拉克XT5的原因 隔音效果最好的是宝马X3和林肯航海家 四驱系统最强大的是奔驰GLC和凯迪拉克XT5 车身刚性最好的是BBA 底盘悬架最均衡的是宝马X3和奥迪Q5了 至于动力系统 它们六个都不差 这样的结果 是不是颠覆了你的认知呢